大家好 歡迎回到芒向編輯部的《笑聲芒新聞》 節目時段 今節又由我許留山 還有我們的新西蘭 義德台洋 大家好 好請記得幫忙點讚這段影片 還有訂閱芒向編輯部的頻道 另外還有正向部 還有晒冷氣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次回来讲讲 想当年还是小豆丁的陈奕熙 后来就说星之子 是呀,当时很威衰 我记得小时候已经有一颗星 以他来命名 所以他就叫做星之子 就说他热爱科技 发明有什么拆过录影机 拆过又拆过 弄了个机械人 总之家人就吹到天上有地下毛 也说破格 就比他很小 可以用拔尖的形式 就去了大学 就尽快就读大学 不过一开始就看他读得挺辛苦 因为好像类似是英文那些 就不太追得上 所以变得有点细细 不过都叫做北斗业 后来就是一个这样的 叫做小小过的发明家 开了一间这些科技的公司 也是做了一个老板 也见过有些媒体也访问一下他 就是说他公司方面就很自由 又说什么 好像一些外国式的管理 就是让大家可以发挥他的创意 也有些人批评他的公司 咦?你不是很喜欢发明的 为什么到最后变成做Apps 现在没有了 没得发明 赚钱就要了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如果要搞发明 搞一些创作的东西 要投放很多的金钱和时间 如果你投资 或者叫投放下去的时间和金钱 摆错了的话 甚至乎是可以令到你间公司 很大获下的 我们举个例子 正如我们今次所说的 就是这个朱克伯格 他的公司最近才裁完了 一万一千人 厉害了 真的裁得多 哇 裁得多的伤气力 是很伤的 对这间公司 对他自己有伤 为什么会这么伤呢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就是朱克伯格 就是META 这个公司的老品 大概 我想都两年前 就开始提起这个元宇宙 接着META这间公司 就投资了很多钱 开发这个元宇宙里面 谁不知就被人笑 他元宇宙的环境 是解像度很低 又没什么好做 而且也都好像觉得 是一个小朋友的游乐场 一样的无聊 用户是极之少 但是呢 银子就烧了好多好多 好多 是呀 烧到今时今日 真是顶不住了 搞到连公司 都要裁完 还要裁很多人 一万多人 据说 亦都是佔了他那个 公司来说 总员工的数量 都有成13个巴仙 都很多下了 看到这条数 刚才唐英提过 他近几年 将元宇宙的正式推出来给大家看 其实他静鸡鸡吃鸡批 已经有五到十年了 较早前就叫做磨拳拆掌 近一两年就直接推出来 刚才 阿台映说的画面的质量 有人说 比不知几多年前的 孖宝兄弟赛车的画面 是的 即是这么低B 我相信 就不能够只是透过画面来判断 其实可能他在背后有很多 很多演算法 很多不同的程式 已经开发了 但是外表的页面上 还是很低B 根本就给不到人的信心 因为我们不懂的人 就只会看外表 你拿出来 为什么好像 二十二三十年前的 游戏机画面 那么糟糕的呢 很多人对你这一套 到了成品究竟是怎么样 就是看你用家的界面 做成什么 是的 他就如痴如醉 做了这堂圆宇咒 其实现在 他也有就着这件事 即是现在炒营的那些 就出来跟大家道歉等等 因为都很大的风险 也是失败的一个实验 其实有些前员工都说 怎么可以 你想一想 其实 看回他们自己的公司 你能不能说出 过去这五年来说 有哪一家成功的公司 因为他们有Facebook 有Instagram 有Whatsapp 都是收购的 即Whatsapp 和Instagram 不是原生的 原生的那些 就是瓜柴 亲生子 即是这样 被人觉得 是有点 我一看都知道 是低能的 即是这件事 这个元宇宙是这样 那已经大件事了 即是你刚刚宣布 当然了 也有疫情 和其他不同的东西 就导致他们这样 那竟然这个陈奕熙 哇 什么事 他竟然大赞 原宇宙发展 我都拗了头 大哥 人家朱黑白格 刚刚才炒了一万多人 你现在站出来 觉得原宇宙有得早 你是不是迟了些 如果你一年前 这么说 我都重情有可原 这个陈奕熙 不知道是否闻不到 那股糯味 还是怎样 即是已经说到 原宇宙是这样的款 的时候 你竟然在一个访问上 大赞 这个原宇宙 有什么大势所趋 叫大家 早点踏进这个原宇宙 就会有早点的优势 请问你踏了什么 你有没有踏过一份 我自己真的玩过 我自己有一个 叫做Oculus Quiz VR的眼罩 我又大约都感受过 是什么回事 你戴着那个眼罩 基本上 你最多只能够 顶到五至十分钟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头晕 这是我的感受 可能有些人觉得 会习惯了之后 就会好些 我相信是这样 但是你有什么可能 你会戴着眼罩 而且在里面 可以做到其他东西 根据朱克伯格 他说的理念就是 你就在一个 完全一个虚拟实景的环境下 可以进行你平时做的东西 例如公司开会 其他公司的同事 在虚拟实景交流 甚至乎 用虚拟实景里面的电脑 来处理一些文书 他说到这样的 吹到这样的 也有的 还不止 等于这样 我们现在要去看演唱会 就要去红馆买票 又要去排队 又要买荧光棒 又要等入场 又要这样 那样很麻烦 第二天 你就可以在元宇宙里面 看演唱会 多好 戴着VR的眼罩 就即时可以了 甚至乎 我想见台仰 我便即时戴起眼罩 便即时见到他 虽然大家隔着 差不多半个地球 都可以见到 甚至乎 一戴起眼罩 按 便去哪里逛街 陈奕熙也有介绍这些 就是叫大家去体验一下 虚拟世界的无限 超越现实的局促 等等 还说香港绝对 他说还搞笑 他说有能力成为 亚洲元宇宙试点的优势 不要试 你试先 你试了些什么 戴个眼罩自己 生活一日 一日时间自己 戴着那个VR眼罩 生活一日 老实说 我戴10分钟 便已经顶不住 因为一来那个东西又重 二来 你会看到些东西很头暈的 你根本连可以想玩一部游戏 都不能够很持久地玩 我反而拿着手机 开个游戏APP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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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玩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 但是你在VR的环境 是很痛苦的 感觉是很不自然的 所有东西都没有那种实在感 但是这个元宇宙的概念 就是给到一个实在感 其实以目前我们所有的科技 其实都给不到实在感 而且会变成一种负累 所以我这样挑战 你戴那个美容眼罩 生活一天 试试试试 不行的 所以见这个陈奕熙在那里吹捧 你吹到那么厉害 那么有发展前力 你躺身了多少钱 我想问一下 你投资了多少钱 你投资了多少钱 不要说 又说到NFT 你是不是傻的 NFT这些东西 老实说 根本就是一个骗局 老实说 我自己觉得是骗局 虽然都是一买一买的 你买了那件东西 那件东西 那件东西只是你有的 你可以当做什么呢 你是不是要打印它出来 挂在墙场上 是吗 它是艺术品来的 它说 那里是艺术品 你打印出来 挂在家里的墙场上 那为什么一定要买你 你印给我就行 是不是 我买一件印刷品 不是的 你在数码里面就有这个纪录 数码一个纪录 不是吧 数码可以复制 对 你是有原制品 我复制了 就又可以用 即是说 这个截图 是有一个号码 独一无二 其实NFT 都叫做炒炒地车 就算有人说出的 你买就买 不买就不买 你说当是一个纪念也好 或者支持也好 你说买来 就算是给钱 就算是一个纪念 支持他 例如他提到明日战机 有1万个NFT 造型结合虚拟世界角色 又说将来元宇宙大展所长 还好笑 又说香港很多公司 对于新科技的发展 都抱着观望态度 等待将来别人成功 才敢买出第一步 迟了起步 这样的话 竞争力可能和别人大不如前 人家都走过了 你先看一看 朱克伯格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他走得很前 最前那个 是啊 现在就搞成这样 这样的 看不出 还叫人投资 在元宇宙什么亚洲试点 别笑死人了 现在对比 太搞笑了 因为那时候朱克伯格 一开始的时候 在陈奕熙出这篇闻的时间 应该是在骂人 你们不喜欢的 便走 我知道你们这儿 有很多勇元 你看我不顺眼 我又看你不顺眼 便走 那时候还很困难 最近这几天 炒了一万一千人 再出来道歉 这件事真的很好笑 作为一个这么大的科技巨头老板 炒了这件事 其实一些分析家 都会报道这件事 都会说 其实他是叫走错路 即是你没有在疫情里 走回一个对的时间点 例如疫情的时候 大家都很想叫快点 不需要出街 即是在互联网 就可以做到一些交易的也好 或者做一些 我们平常可以做到的事 还要等这个元宇宙 慢慢买个VR的镜子 带着在这儿 再进去 又要开个身份 再慢慢谈 又要整个什么 元宇宙钱包 接着才可以开始做事 你都瘋了 你都傻了 你都傻了 没饭开 就是了 你在虚拟实景里面 你是生存到的 始终你都要吃饭 睡觉 不能够所有事都在虚拟实景里做 有些人就吹到虚拟实景 可以做完 几乎平时的生活 所有一切 甚至乎可以在虚拟实景里 进行一些运动竞技的比赛 我觉得是说的太夸张了 一来太夸张 二来那个前景 你说朱克伯格 的而且赤角 之前是吹得很厉害 吹得连公司 从Facebook 改名 改造Meta 吹得这么厉害 好了 现在就炒获金 我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这位 星之子 陈奕希 都看不到 这是一个局 不单只看不到 还要吹捧这个局 神经病 看见真是好笑 我真的想看 现在炒了一万一千人 对于元宇宙自家品牌 他自己也说 真正开始部署 走入元宇宙的企业 就得很少数 很多人都认为 元宇宙遥不可及 是离地的东西 他自己说 未来大势所吹 就像互联网一样 当时大家都 大势所吹水 吹水 你都瘋了 我不知道你是想人家 去泵水 还是搭棚 还是什么 又说什么 访问小孩子 又说访问年轻人 知道什么 元宇宙都不足够 那三四成 就说有三成 怕是受骗 还是什么 不方不受骗 买了Meta股票 真的哭三声 其实现在 看到他承认了 错判了这个形势 有一个误判 都说他觉得疑似 叫做回头是案 都肯认小孩子 不再死撑下去 是啊 很难遣 因为有些经济分析师都说 现在反而他肯裁员 都是好事 因为之前也叫做过度膨胀 太多这些想法 还有未来炒了这么多人 对于他那个 营运成本的压力 就叫做减低了很多 或者叫他日后 不如这样 你戒开 即是创办人 就创办人 即是他转这间公司 就麻烦你 找一些人 去真正转这间公司 其实看回那些 什么亚马逊 微软 那些都是这样的 即是又拆开两者 去如何处理这间公司 又是你自己 什么都搞 你那些方向大头做错了 又不知道 就炒到选手难脚了 所以见到这个陈奕熙 这个真的很好笑 我真的很想知道 他的公司究竟是在做什么 我想他不太清楚 Meta这个元宇宙的可塑性在哪里 我想他是不知道这一点的 就算我不讲主黑白格 Facebook的Meta 他真的要带着个VR眼罩来玩 有些比较小一点的Metaverse 小一点的元宇宙 好像很多小孩喜欢玩的 香港都不少小孩喜欢玩的 有个叫robot的游戏 robots这个游戏 也是虚拟实景 不过你是拿个电脑来玩的 拿个Meta来玩的 上面有很多游戏 可以让小孩选择来玩的 甚至乎可以让小孩自己创作一只游戏 大家几个老友一起玩 问题就是这个robots 已经算是一个颇为成熟的元宇宙 但是到今时今日都还没赚到钱 还没赚到钱 神经病 他也有说过 他的公司也有开展一个在虚拟世界的商店 还有说到核心 就是区块链相关的研发 可以让一些商业的企业 可以把他的业务放在元宇宙里面发展一下 把世界的现实产品 带到元宇宙里面接轨 傻的吗 简单来说就是网店 网上购物 就是网上购物 HKTVMORE 用网页按按按就可以了 我用手机 我用了我的手机 只是用了手机 用回都这样 小鬼又要带一个VR眼罩 然后去慢慢筷子 不用了 就是了 你也瘋了 如果我去订网路上买的外卖 戴一个眼罩 然后带了耳机 然后开始进去Food Panda 去看看东西 我还是垃圾 我去看路 然后排到第二间 一看 炸鸡 而且你的画质又不可以 画质是卡通 一格一格的麻辣烫 可能黑色像一堆屎 那怎办呢 好像嘔吐 我怎样看呢? 我看照片比较好 要进去元宇宙看格仔图 你根本上都展示不到那件事有多真 你跟我看 你连追一张照片 你不要叫我进到实元宇宙再看一张照片 那不如看手机的照片算吧 手机 解像到这么低 别傻了 不可行 我认为人都知道 很多人只不过有私心 有些人投资了Metaverse 所以就跟着吹 我现在怀疑这位陈生是否买了不少Meta的股份 又或者可能 拆到离谱 拆了很多钱 即是元宇宙 我不知道 例如开发一些iOS 即是Apple手机用的Apps 你不是每个月 不是每年 不是每个月 即是平均每月都要钱 要给他们一个年费 即是买他们那套东西来开发 即是间接给一些年费 少少而已 是很少 但也是一个成本 其实我不知道它开发元宇宙 是否要盖一部分的钱去投资 现在又说什么区块链 有什么开发 我也不明白它开发到什么 有什么可以开发 你是不是要做一些3D模特领 又不是 还是捐入Facebook的Metaverse 他们是开发一个 搞快地也好 虚拟的地也好 或者搞其他东西 是不是这样 他又没有说到 他不知道 又搞了区块链 我觉得那个伏味更加浓 区块链是很伏的 区块链 也不是每个区块链的货币 都可以 每一天 其实都有新的货币诞生 但问题就是 实实在在 到目前为止 还有很多人在交易货币 都是只有那几个 不是比特币 就是以太币之类的 所以其他那些 根本都是 全部都是伏的 去困人的 我说得直接 就是用来困人 很多都是 那我看看这个 陈奕熙 明天还有什么 正正经经 明天有些发明 做福为人群 会更加好 究竟你不要叫人做福头 那又不是那么好 福头 你做福头 就是不要叫人 再投资在元宇宙 你都瘫痞 有时听到也很好笑 好了 那说到这里 祝他好运 今天投资多些 愿意做一定行的 恭喜你 对 陪他一起瘫 拜拜 拜拜 拜拜